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龙老师 欢迎学习新版的Scratch 3.0 从入门到精通的系列课程 这节课咱们的主题是太空宝藏 让我们一起去太空寻找宝藏吧 接下来看一下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 在舞台的中间停放着一艘小火箭 在它的下面有一个点击开始的按钮 我们点击鼠标左键开始游戏 游戏开始之后小火箭快速的转动 并且再跟随鼠标移动 这个时候有外星人还有钻石还有云朵 不断的从舞台的最上方向下掉落 如果我们捕捉到钻石的话 那么我们的得分会增加1 如果我们不小心碰到了外星人的话 那么生命就会减1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了 接下来让我们双击鼠标左键 打开Scratch 3.0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打开之后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将小猫删除掉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太空的背景 点击右下角的图片圆圈圈选择一个背景 然后呢我们选择太空分类 找到我们刚才使用的一个背景 就是它 点击选择 舞台背景添加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添加这节课的角色 点击右下角的猫头圆圈圈选择一个角色 首先呢我们要添加的就是火箭了 要想去太空就必须得有一艘小火箭 点击选择火箭 接下来呢我们要添加的就是钻石 点击猫头圆圈圈 我们点击奇幻分类 点击这个小钻石选择它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添加云朵 点击猫头圆圈圈 然后呢我们快速的查找一下 云朵在哪里 在这里Cloud点击选择 我们再点击猫头圆圈圈 选择一个决策 这次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幽灵 我们点击奇幻分类 找到幽灵 在这里点击选择 好 角色呢我们全部添加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角色的大小和位置 首先呢我们调整一下火箭的大小 火箭的大小呢我们设置为50就可以了 好点击空白处 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幽灵的大小 幽灵的大小呢我们也设置为50就可以了 好点击空白处 接下来呢我们设置一下云朵的大小 云朵的大小呢我们设置为60就可以了 点击空白处 最后呢我们调整一下钻石的大小 钻石呢太小了 所以呢我们要将钻石放大一些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一个比100大的数字 我们输入150吧 好点击空白处 钻石呢也变大了 所有角色呢我们全部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程序吧 首先呢我们先编写小火箭的程序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小火箭先出现在舞台的正中间 当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小火箭快速的转动 并且呢跟随鼠标移动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效果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当小旗子被点击的时候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运动里面的 1到x和y的位置将它放到这里 根据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内容呢 小火箭出现在舞台的正中间 舞台正中间的坐标位置呢 是0和0的位置 好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点击鼠标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好小火箭呢出现在了舞台的正中间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编写 小火箭快速的转动 并且跟随鼠标移动的程序效果 首先呢我们老样子 依然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当旗子被点击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控制里面的重复执行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复执行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重复执行的是 外观里面的下一个造型 要让小火箭快速的转动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运动里面的移到随机位置 这个程序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然后呢我们点击向下的小三角 选择鼠标指针就可以了 小火箭的程序呢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率7运行程序 小火箭呢快速的在转动 并且呢在跟随鼠标移动 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编写云朵的程序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小云朵啊是不断的出现在 舞台最上方的任意随机位置 并且呢不断的从上向下去掉落 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当小旗子被点击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控制里面的重复执行 将它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需要点击运动分类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移到随机位置 这个程序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就是重点了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将外坐标增加时 这个程序将它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然后呢我们将小云朵移动到舞台的最下方 在这里呢我们记录一个Y的数学坐标值 Y是-154 然后呢我们再将小云朵移动到舞台的最上方这个位置 我们再记录一个Y的数学坐标值 Y是-150 154加150是-304 然后呢我们将上下相加的结果呢 输入到程序当中 在这里呢我们输入-304 小朋友们现在看到这条程序之后 是不是有点懵圈呢 接下来老师解释一下这条程序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程序移到随机位置 这条程序的效果呢是让云朵在舞台上随机移动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二条程序 将Y坐标增加304 这条程序的作用是小云朵无论移动到舞台的任意一个位置 都要在Y坐标的方向上向上移动304 一直到舞台的最上方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绿齐 运行程序 小云朵呢在舞台的上方来回的随机移动 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云朵随机移动的程序呢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编写向下移动的程序 根据我们以前所学习的内容呢 在这里呀我们需要用到控制里面的重复执行十次这条程序 放到重复执行里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运动里面的将Y坐标增加10这条程序 放到重复执行十次的里面 从上向下为负数 所以呢在这里呀我们需要在10的前面呢加一个负号 接下来呢我们用304除以10 然后取一个整数将这个整数呢输入到这里 我们输入30 好那么云朵向下掉落的程序呢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绿旗运行程序 小云朵开始掉落 一会儿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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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程序效果呢是完全正确的 云朵的程序呢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钻石和幽灵的程序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钻石和幽灵的程序效果和云朵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从舞台的最上方随机的向下移动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将云朵的程序直接复制给钻石和幽灵 好我们点击云朵 然后呢点击这条程序不要松手 慢慢的将这条程序呢我们移动到角色列表区 首先呢我们复制给钻石 好松手 接下来呢我们再复制一遍 将这条程序呢我们复制给幽灵 好松手 好了 所有的程序呢我们全部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优化这个程序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小火箭捕捉到钻石的时候呢 我们的得分会加一 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幽灵的话 那么生命值呢会减一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变量程序 点击变量 然后呢我们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的名字呢我们叫做得分 点击确定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第二个变量的名字呢我们叫做生命值 好点击确定 两个变量呢我们全部添加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下游戏 首先呢我们点击钻石的角色 然后将得分设为零的这条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当棋子被点击的下面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将得分设为零 这样呢就能起到初始化游戏的效果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幽灵 然后呢将得分设为零的这条程序 我们拖动出来 放到当棋子被点击的下面 在得分这块呢我们点击选择 选择为生命值 然后呢将生命值我们设为数字三 就可以了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将小火箭的生命值设为三条命 好 那么游戏初始化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编写 小火箭碰到钻石得分加一 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幽灵 那么生命值减一的程序 首先我们点击钻石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控制里面的如果纳末 如果碰到了小火箭 纳末得分呢我们就加一 好 这个程序呢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幽灵 在这里呢我们依然要用到控制里面的 如果纳末 如果碰到了小火箭 好 那么生命值就会减一 好 我们在这里呢选择生命值 在这里呢我们输入减一 那么所有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绿器运行程序 如果火箭碰到了钻石 那么得分会加一 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幽灵 那么生命值会减一 我们看一下程序效果 碰到钻石碰到钻石 得分加一 加二 加三 好 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我们碰一下幽灵 看一下 碰到幽灵 生命值减一 再碰一下 生命值又减了一 那么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优化这个程序效果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在这里有一个按钮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游戏才会开始 接下来呢我们编写这个程序 首先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角色 点击右下角的小猫头 我们选择一个角色 然后呢在这里呀 我们选择一个按钮的角色 点击选择 然后呢我们将鼠标移动到左上角的位置 点击造型 在这里呢我们选择文本工具 然后呢将鼠标移动到按钮的这个位置 点击鼠标左键 在这里呢我们输入四个字 输入什么呢 点击开始 好输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将鼠标移动到空白的位置 点击一下 然后呢再将鼠标移动到文字的中间 点击鼠标左键 不要松手 好 移动到这里呢就可以了 我们松开鼠标左键 然后呢点击空白处 点击一下 好了 按钮呢我们就添加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编写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游戏才会开始 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用到 事件里面的当角色被点击这条程序 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广播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是什么呢 我们点击新建消息 消息的名称叫做游戏开始 好 我们点击确定 广播完消息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按钮隐藏 点击外观 在这里呢 我们将隐藏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那么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调整一下其他角色的程序 我们点击小火箭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游戏开始的时候 小火箭才会转动 并且跟随鼠标移动 所以呢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将这条程序删除掉 然后呢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把当接收命令的这条程序呢 我们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小火箭开始转动 并且呢跟随鼠标移动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钻石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钻石先是隐藏起来的 我们将隐藏程序拖动出来 然后呢 当我们接收到游戏开始命令的时候 钻石才会显示出来 好 那么钻石的程序呢 我们也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云朵 云朵呢跟钻石一样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隐藏起来的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再显示出来 好 云朵呢我们也优化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幽灵 幽灵呢跟刚才一样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先隐藏 然后呢当接收到游戏开始命令之后呢 我们再显示出来 好 所有的程序呢 我们全部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律期 运行程序 小火箭呢出现在了舞台的中间 小按钮呢在它的右边 我们将小按钮呢移动到小火箭的正下方 我们点击移动它 小按钮呢直接消失了 我们的游戏呢开始了 然后呢我们暂停一下游戏 点击暂停 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律期 运行程序 小按钮不见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点击小按钮 查看一下程序 在小按钮的程序当中呢 有一个隐藏的程序 但是没有显示的程序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显示的程序 当小旗子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显示出来 然后呢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再隐藏 好我们点击小旗子 这会儿呢小按钮又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先将这个程序分开 然后呢将这个按钮 我们移动到小火箭的下面的位置 好就这里 然后呢我们再将这个程序连接到一块 好 那么所有的程序呢 我们全部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旅期运行程序 点击开始 小火箭呢快速的转动 并且呢跟随鼠标移动 接下来我们捕获一枚钻石 好 得分加一 效果完全正确 接下来我们碰到一个幽灵 哇 生命值减一 好 程序效果呢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同学们可以根据这节课所学习的变成知识 再结合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内容 将这个游戏呢再变得更有趣一些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生命值等于0的时候 游戏该如何结束呢 好 这节课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